根据研究表明猪的质力的确是比牛高的 我很少见过哪个三四十岁还叫狗蛋的 看来从他一出生就注定了他未来的命运 I met a girl named shampoo Saudi ka 蓬蓬蓬哈 上一期呢我们聊了泰国人姓名由来相关的话题 还没有观看的朋友可以先找上一期来观看 那本期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在泰国 比本名还重要的小名 小名 上一期我们已经提到过 泰国人的本名非常长 且难记 更重要的还是经常换 所以日常生活中呢 泰国人都是使用小名代称的 这里再补充一句啊 一般的外国人看到泰国人本名的罗马字母拼写 是很难念出来的 因为很少有人知道 泰文转换罗马字的转换规则 包括泰国人其实也不太清楚 除非是像我这种对泰国有深入研究的人 比如2PM的尼昆 本名是尼昆 Buck 和 和 连我都念不出来 可见所谓的转换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我觉得如果你经常犯愁网站用什么密码的话 不妨找一个泰国人的本名来当做密码 强度绝对是顶级的 基本和在键盘上胡乱打一通是没有区别的 以上说了这一大堆啊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 想要记住泰国人的本名根本就是 死难の技 你就算好不容易记住了 人家第二天换个名就又刷赛了 所以一个好记好念又不会换的代称就显得尤其重要 这就是泰国人都以小名代称的最直接原因 之前那期本名里有介绍过 泰国人对于本名都是很重视的 都会起一些很高大上很神圣的名字 但日常生活中每天用的最多的小名呢 就显得相当随意了 一般来说小名都是由父母给起的 孩子刚出生就会起好 小名本身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也不会在乎是不是与其他人重名 总之就是父母自己叫着爽的 要说有多随意呢 比如说我是中国北方人 那在我们北方的农村也会给小孩起名 像什么狗蛋 酸子 铁柱 翠花 等等土吊渣的小名 那泰国人的小名随意程度也跟着差不多 只不过不太一样的是 中国农村的孩子 有些会觉得小名过于羞耻 长大之后一般就不用了 我很少见过哪个三四十岁还叫狗蛋的 但泰国不是 泰国人基本不会对自己的小名 或者是别人的小名有任何的偏见 那从出生叫到老一点问题也没有 那泰国人一般都会怎么起小名呢 虽然也是五花八门 不过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名词类 形容词类 本名所率类 单字母类 英文类 先来说名词 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广了 世间万物皆可命名 在名词里面有动物有事物 像 当小名的都非常多 顺便一提小名用牛这个动物的几乎没有 因为在泰国一般形容人笨都是用牛这类动物 跟我们用猪来形容人蠢是不一样的 不过这一点泰国应该是更准确的 根据研究表明猪的治理的确是比牛高的 好吧有点扯远了 那除了这些动物呢 昆虫也是很常见的小名 比如很多女生的小名都是 除了动物呢 还有食物 但是叫香蕉的泰国人应该是没有 因为香蕉的泰文容易让人产生物件 那其他的名词 比如法 等等 也是非常常见的小名 不胜美举 用形容词当小名的也有很多 比如常见的 亚 乌 等等 还有一些人的小名呢 就是本名里面取一个缩略 比如前面提到的尼昆 尼昆就是他本名的一部分 简称尼昆 还有比较常见的一类 就是单个英文字母 比如叫A 叫B 叫O 等等 都是非常常见的泰国小名 最后来说一下英文名 但跟我们华人没事就喜欢取一些 Steven啊 Tony啊之类的英文人名不同的是 泰国人用的英文多数是一些英文单词 比如最常见的 Go I Cake Eppen Bear Bang 等等这些不是人名的英文名 当然全部都是泰式发音就对了 近年来一些明星或者背景优越的家庭 会给小孩子的小名起得洋气一些 也会用一些英文名 比如Mario啊 Lily啊之类的 但一般的乡下人是不会这么起的 我还没见过哪个泰国的农民叫Barry 或者是Emily之类的 那泰国人小名起得这么简单随意 如果是在相同职场撞名怎么办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啊 一般会根据他本人的属性修饰一下就好了 跟我们也差不多 比如职场里有一大堆姓王的 那就可以分成 老王 大王 小王 盼王 兽王 楚王 吉王 燕王 赵王 董王 董王 俗话说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那同样名字多了 也必然会有人不走寻常路 有些小名起得也是非常的奇葩 甚至连对奇葩习以为常的泰国人 都会忍俊不禁 比如说某位泰国知名演员 给自己小孩起的小名就很有意思 叫做Airbus 看来自可能他是想让小孩子长大之后成为飞行员吧 那按照这个逻辑第二个小孩叫做Boing 应该也是合情合理 我在Ready上找了一些老外如何看待这些泰国奇葩小名的帖子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个标题 What are some of the most unusual or funny type nicknames的帖子下面 有很多人回复他们在泰国遇到的搞笑名字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 For twins Coke and Pepsi 这个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他们以后长大有小孩还可以延伸叫做 金拱门或者是 开封菜 Copy and Paste 哇这个就惨了 那无论哪一个都很难叫出口好吗 那试想以后如果有人问你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copy Play and Pause 父母是不是打游戏打疯了 这个和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的 给孩子取名叫 王者荣耀的友谊品 下一个 My village has a gift shop She doesn't sell anything 其实叫gift的泰国人还蛮多的 但gift shop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下一个 My co-worker had a student named Obama Jesus Christ Go Bachi God bless you 然后他还说 And I had multiple students named Pizza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们分成 Pepperoni和Margherita 下一个 Futalizer Bui I didn't meet her I was just told about this one So I couldn't get the story behind it 我来告诉你 我身边就有 肥料用泰文讲 就是不义 我在乡下 附近有一家肥料行的老板 小名就叫做不义 看来从他一出生 就注定了他未来的命运 OK Next one I met a girl named Shampoo Chung Poo都是很常见 但Shampoo就离了个大铺 FIFA World Cup 嗯 我有生之年 不知道泰国有没有机会参与这个 还有一些就是 泰国很常见的小名 但是转换成罗马字就超好笑的 比如泰国超级常见的人名 Pon 是祝福的意思 但转换成罗马字就是 Seriously 其实猫哥我在日常生活中 也见过一些奇葩的泰国小名 比如我见过有人叫Nasa 还有人叫Dollar 甚至还有人给小孩起名叫iPhone的 真的是紧跟时代步伐 再有一些就是小名本身没什么好笑 但对上本人就莫名喜感的 比如我见过叫Bear的 但本人完全不喝酒 还有叫Mamong的女生 但是对芒果过敏 叫矮的泰国人 身高不到1米5 最离谱的是一个叫Miu的 你可能觉得Miu还好吧 但他是个男的 而且还是个纯一爷们儿 好了本期关于泰国人小名相关的节目 就先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在泰国都遇到过什么奇葩又好玩的小名呢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This song is my concept Sang with this It's magic starts to fall Jump higher